诶,我家用完漂白水 快点去买一瓶 啊,这行对了 诶,对了,快点买一瓶 诶,不是吧? 诶,一瓶都没了? 诶,那怎么办? 诶,让我快点去第二间店铺看看 诶,幸好这间店铺有 诶,有很多 诶,让我看看这些成分是什么 漂白水,它可以杀菌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 sodium,hypochlorite,磁绿酸辣 而香港一般市面上买到的漂白水 的成分都是5.25-6% 那我们加拿大呢? 诶,没有写的 concentrated? 100%? 我先问一下我妹妹 喂? 阿妹? 喂,香港的漂白水 是否仍然是5.25%? 蛤?还有1%? 喂,你拍张照过来给我 我想看看 咦? 是哦,6%? 这个1%? 嗯,那么多种percentage 我们加拿大这个又没有写 嗯,让我上网查一下 咦? 这个6%? 咦? 这个又是6%? 啊,这个又5.25%? 那香港经常说 开1-99%的漂白水消毒 那就是怎么开啊? 啊,让我上去香港卫生署的网站看看 咦? 它原来是5.25%的漂白水呢? 就是每10个毫升 就加入1000个毫升的水 就等于1-99 那就是 其实是10毫升 应该是加980毫升 就等于1-99 不过我估计它可能方便大家量度 好了,我们就用它这个 10毫升 加到1000毫升的水里面 那由于它现在是5.25% 那如果好像我妹妹那一瓶 只有1% 那就是 太稀咯? 咦? 那就是要加多些漂白水 那怎么计呢? 那我们将 5.25 就除1 那等于又是5.25 那之后呢,就将5.25 就乘10毫升 那就等于52.5毫升 那就是说呢 我妹妹就要加回52.5毫升 下去1000毫升的水里面 它就可以做到1-99的漂白水了 咦?这真是6% 那就是浓过5.25 那就是下回少些了 那又怎么计呢? 那我们将5.25 除以6 那得出来呢 就是0.875 那如果再乘10毫升呢 就等于8.75毫升了 算了那么多数 你开始云味呢 那既然市面上有稀释了70%的酒精 那为什么市面上没有稀释了1-99的漂白水呢? 唉 其实就是因为稀释了的漂白水 它24小时之内它就要用的了 如果不是它就会无效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时候 在门口摆一条毛巾 那大家回家的时候呢 就可以踩一下门口的毛巾去消毒牙底的? 那你记住啦 24小时之后呢 你就要更换那条毛巾的了 那还有要提一下的呢 就是一般市面上买的漂白水呢 只是6个月至12个月有效 所以你买回家就要尽快用了 那我需要一提的 就是我们有一种漂白水呢 是专门用来漂彩色衣的 因为它里面的成份呢 就并没有那只刺绿酸蓝 所以你千万不要想着 它反正都是漂白水 或者可以消毒用 它是绝对不行的 还有一样呢 我是需要提的呢 就是凡是你用来 譬如摆完地之后呢 你最好30分钟之后呢 你才好过水 这样就达到消毒的最佳效果了 还有呢 就是你稀释漂白水的时候呢 要留意些什么呢 一定要用冻水开 还有就是要在空气流通的空间 就是最好戴上这个手套和口罩了 还有一定要提的呢 就是这个漂白水呢 一定不可以跟ammonia 和一些酸性的液体混合 因为它是会产生有毒的氯气的 如果它混了酒精的话呢 它会变成是哥罗芳 哥罗芳呢 是古代的时候 是用来人家做手术的时候的麻醉劑 那你可想而知 它是对我们的中央神经 是多大影响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还有要提一下呢 就是漂白水呢 是不适用于羊毛 油漆表面 金属呢 尼龙呢 和丝绸 那我希望今次 我找到这么多漂白水的资料 能够帮到大家了 多谢大家